绿灯亮起修旅车起步要准备左转 却一个不注意直接撞上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 当下行人差点被撞倒 气得回看驾驶一眼 这里是台南小东路上 一名男子走在斑马线上 却被左转的修旅车直接撞上 当下男子拿下耳机看了眼驾驶 就像是在说难道都没有在看路吗 不过仔细看这个路口又是机车又是汽车 不少车子经过统统没有礼让 只是刚好汽车撞上路人 幸好没有造成严重伤害 后方驾驶公布完整影片 不少民众留言表示真的太离谱 果然是行人地狱也有人大酸 应该又是A住害的 东层新闻综合报道